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簡易廚房之健康有型篇 我是Jenna 今天會為大家做這個簡單又健康的早餐食譜 香蕉番茄 不需要麵粉就做到 我們馬上開始吧 完成了 不需要用番茄粉就做到了 我馬上試試味道如何 番茄混合了燕麥片一方面可以增加口感 而且燕麥和香蕉都是高纖維的食物 有了長度健康 你起用一般番茄粉製作更加低糖低卡路里 關注素形瘦身的朋友 就可以試下這個健康有型的早餐食譜